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這個時段 夏天是不是進入尾聲 進入秋天對不對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的日照 溫度是不是都特別強 所以呢 我們還是以夏天的管理 溫度30度以上的管理 照顧 來做一個修剪的一個 冰段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拉長的 一樣 這棵樹呢 因為我一直要它置業成長 所以呢 我上個禮拜已經濕了蛋核 濕蛋核以後呢 它的成長 還是在一個禮拜內不會太快速 修剪了以後你就會看到它萌芽的特別的快速 所以 前一個禮拜該修剪的要修剪 第二個 在夏天的過程 濕度一定要夠 濕度夠 濕度夠的話呢 它整個成長 就沒有問題 像我們看到它很多抑芽在長 有沒有 這些呢都可以把它清除掉 這些抑芽 抑芽不長 不然不清楚的話 很容易就會產生變成什麼 塗長枝 塗長枝呢 對我們設定的枝幹 藥枝呢 是容易受傷的 而且很容易呢 它只要超過冠點 生長的水分 養分都會被那個 塗長枝吸收殆盡 我們養育的這些枝幹呢 很容易就會萎縮掉 好 所以 這些抑芽 在還沒有形成 塗長的時候 就要把它清除掉 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往後呢 我們會漸漸的帶各位 進入變化 藥枝跟變化代枝的 一個形式創作 好 我們看到這樣的型態呢 一樣 由盆面開始算 整棵樹 由下 往上 延伸 遇到的第一個枝幹 剛剛 如果 抑芽 沒有特別處理完了 沒關係慢慢來 看到有葉片的地方 就慢慢修剪 由下 往上去檢視 由內 往外 去修剪 然後呢 檢視這一棵樹 把這些枝幹 在這樣的位置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很容易知道你的 這是藥枝 形成出來的帶枝 是不是要修剪 就剪到我們要的位置 這樣就好 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設定 它是不是需要的話 請你把拉長的部分 拉長的部分 剪到你要的三公分裡面 要有兩個壓點以上 去做修剪 一樣 三公分以內 至少要具備兩個壓點 在修剪的過程 上一次修剪 然後延伸出來的枝幹 往上 再三公分 修剪下來的時候 你要看這個葉片 是不是達到成熟 達到成熟 你就可以修剪 然後依照你的經驗值 你就很容易判斷 這一棵樹 大概多長 這一種樹種 在夏天這個季節 溫度30度以上 它的整個萌芽期 到達什麼樣的階段 我們要修剪到三公分的位置 它的葉片是成熟的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個紀錄下來 如果說可以的話 你就很清楚 這個葉片大概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就可以幫它做修剪 好 這是第一個遇到的第一藥枝 我們大致上它的葉蟲 要往上生長的葉蟲 已經分佈好 大概修剪到這邊 就可以結束 然後呢 在夏天的時候 不要打理的太乾淨 只要分枝出來的帶枝 有抑芽的處理掉就好了 再來 將內側的葉片 稍作修剪 讓它分出來的帶枝 很明確的從葉枝延伸出來 去把它做一個整理就可以 後面一樣 我們看一下背景枝 有一些 從葉芽長出來的 你看 這是葉芽上次長 這麼長 如果你在修剪當下 可以的話 就直接把它處理掉 每一個生長 如果說你要修剪的 還太短 就先留置下來 不要一棵樹呢 全部要剪到 它的葉蟲的分布 這大致有一些要留置一下 再來 你可以看一下內側 有可能是你不要的點 帶枝分野出來的葉子 去做一個修剪 然後呢 有一些枯枝 也要把它一併點拿掉 在分起點的位置 如果靠得太近 那個點不要的 也一併修剪 如果沒有辦法設定 就拿到課堂上來 我們再一併讓各位 來討論 討論完了以後再修剪 因為呢 橫景藝術就這麼好玩 大家一直在創作的過程裡面 有互相討論的空間 然後呢 你就可以決斷出 該修剪的時機 這個出置點 是你要的嗎 有一些人 沒有辦法把正面找出來 一樣拿來 我們有很多人 然後呢 剪刀也很多 就可以幫你修剪 不要怕 好 你看喔 在灌頂的 往上揚聲的灌頂 在你創作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它的間距呢 要留得比 下位置 吊姿 來得緊密一點 好 這個要特別在創作的時候 要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往後呢 在灌頂 創作的時候要非常的茂密才可以 好 這棵樹大底 該修剪的都修剪 只留下一點點 沒有剪 我現在要問各位 各位 你認為這個點要不要剪 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在底下 我把它 翻到正面來給各位看 你們那邊是正面 這一隻要嗎 要剪掉 要 要 剪掉 對 我問要嗎 你說要 剪掉 好 其實我們看到 它整個的空間鎂 斑點 有一點乾淺姿 和小背景 大背景 有一個疊姿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空間鎂 透視到整顆疊 後面背景姿的延伸 所以中間這裡有 有一些人就會覺得太空 太空呢 就會把它再補一個 夜蟲在這邊 那是不應當的 尤其我們在正面觀賞的時候 這裡夜蟲慢慢會飽滿上來 它的厚度 就會超越過我們的疊姿 然後呢 這個背景姿 再往下拉一點 整顆樹的架構空間美 就會很棒 所以這個點 最好不要臉 有一些穿坐者會覺得太空了 不會 一棵樹的空間 如果加大的時候 它整棵樹的老態 會越來越成熟 這是重點 所以你正面一看 這個背景在往下拉的時候 是不是 冠點跟疊姿中間的背景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立體的深淺明暗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不要不捨得 然後呢 但是 雖然我們剪刀很力 也要多觀察一下 哪一個時段 做什麼樣的動作 空間美要怎麼樣預留 那很重要 好不好 OK 那這一棵樹呢 因為刺蔥 它的變化的形態 你看它早期 這個枝幹也是被扭轉出來 這個枝幹也是被扭轉出來 但是扭的還不錯 依其幹塑其形 那刺蔥呢 要生長茂密很快 還有一個重點 它在枯枝也很快 你太茂密沒有去修剪裡面的雜質 大家知道很快就會很快就乾了 然後不知不覺在冬天的時候 進入春天 什麼都長不出來 那個要稍微把裡面的雜質 還有葉片整理一下 讓它透視到陽光 就比較不容易有乾脂的現象 這樣知道沒有 這種樹種要特別小心在這裡 好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棵 吃蛋尾完了以後的一個禮拜 修剪 它就會長得非常的好 越修剪葉子會變得越小 不要擔心說你家裡面葉子太大 老師你這個品種不太一樣 是修剪來的 該修剪的時候修剪 好 然後層次感堆疊出來 好 那今天這個變化主幹 依其幹塑基型的吃蔥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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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